不到两岁的幼童 大热天坐在路旁 有人捂着眼睛大哭 有人被好心邻居抱着安抚 这可不是在郊游 而是他们进不去就读的拖婴中心 只能在门外晒太阳 原来一辆黑色宾士车 前一晚看来拖婴中心门口 驾驶跟乘客是一对夫妻 前前后后不断瞧位子 把车紧紧贴着拖婴中心大门 一点缝隙也不留 似乎不是为了临庭 而是跟拖婴中心有劳资纠纷 临走前夫妻两人还在自己车上 贴了四张告示 第一张写着 毁损依法就责录影中 第二张则控诉据给郁英留庭 无良公司 以及第三第四张 陈述拖婴中心劳资纠纷 以及要负责人出来面对 拖婴中心负责人说 把车停在门口的是一名 林姓托育人员 早在今年4月17号 就已经开始御婴留停 要到9月20号结束 却把车故意停在拖婴中心门口 还贴出了不实指控 已经报警提告 隔了一天黑车走了 换停了一辆白车 这辆白车也是拖婴中心 这名请御婴家老师 他们家的车子 这一次他留了一个通道 但还是影响了拖婴中心作业 辖区警方说 黑车紧贴着拖婴中心停车 远景有开单举发 但当天早上只有联络车主 等他慢慢来牵车 没有直接拖掉 台中市劳工局说 托育员今年4月提出了性贫申诉 也申请劳资争议调解 资方同意托育员请产假 也同意育婴留职停薪 调解成立 5月4号 托育员已经撤销申诉 再询问社会局 这一名林姓托育员 目前的确正在修育婴假 不过就算和托育婴中心 还有其他纠纷 都不应该影响无辜的 十几二十名 不到两岁的小小孩 在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 像是被丢包 进不了教室 在马路上 暴受惊吓 TVBS新闻 李承耀红采文台中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